大家好,我是一扬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个简单的脚步运动 是一个上钩下压的动作 反复的运动能够挤压静外血液 尽快地回流到心脏 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下肢伸静外血栓 还可以消除腿部肿胀 也可以起到预防下肢肌肉萎缩 怀关节僵硬的作用 具体的做法是保持仰卧的姿势 双腿放松,略分开 然后缓慢地勾起脚尖 尽力使脚尖朝向自己 到最大程度,保持5秒钟 这是能够感觉到 腰腿非常紧绷 要注意膝盖部位不要抬起来 上钩5秒钟以后 然后脚尖缓慢地向下压 仍然是到最大的限度 保持5秒钟 1,2,3,4,5 缓慢地返回 再重复这个动作 想要练好这个运动 还要记住一句顺口溜 脚尖向上钩,5秒不能少 脚背向下压 10秒不显多 要想腿脚好 5分4次是最少 5分的意思是指运动至少5分钟 4次是指每天最少4次 就是早,中,晚,睡前各一次 这个勾脚尖和绷脚尖的动作 也叫做踝蹦运动 它主要是因为在 踝关节的运动过程当中 整个肌肉有连续不断的收缩过程 起到了很好的挤压作用 并且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恢复 在踝关节伸直的时候 用力地绷住 并且保持5到10秒钟 等到肌肉一定的酸痛的情况下 休息过来之后 把踝关节接着往上勾住 在挤压的状态下 肌肉紧张的力量就像水泵一样 能够让小腿里面的血管 有很好的收缩和舒张 非常有利于腿部肿胀的消腿 同时也适用于久坐久站人群 比如久坐办公室的白领 乘坐长途交通工具的人群 在练习的过程中 要注意检查下肢肌肉的有效收缩情况 以感觉到下肢肌肉酸胀为有效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 咱们下期见